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梳着腹骨头穿着白旗袍 照片中站在床垫前面的就是Selina和男主角于浩铭 这是22日粉丝在逃生西马开拍前捕捉到的画面 Selina表情看起来还很轻松 还原现场 当时Selina和男主角原本应该要在报告前逃生 扑倒在门口目测距离不到五步的床垫上 没想到爆破却提早引爆 导致两人被严重烧伤 这里就是一个炸点 这个线就是让在上面 它是靠你眼光控制的 导火线就是窗户旁炸药引线 原本大楼五个火药要依序引爆 没想到正式上演时却同时爆破 导致Selina和男主角被关在屋内 而当时Selina因为穿着毅然的丝袜和极西的旗袍 既是双腿整片灼伤 后大腿跟臀部状况最严重 已经达到三度灼伤 占烧伤面积的六成 全身的烧烫伤面积高达50% 而男主角于浩明因爆破发生时 用身体保护Selina 已导致手臂背部烧伤 总体烧伤面积达29% 事发后两人被紧急送往瑞金医院烧伤科救治 两人的伤情牵挂了不少人的心 24日18点30分 Selina的唱片公司华言国际音乐 就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简短地向媒体描述了Selina的状况 从意外发生到现在 已经超过50个小时 那我们非常感谢各界 持续给我们的关心跟帮助 意外发生之后呢 Selina在第一时间 就被紧急送到上海的瑞金医院 接受治疗 那我们华言唱片跟家属 非常感谢瑞金医院 在这个第一时间 给予Selina最紧急 最妥善的处理 所以使得Selina的伤势 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得到了最好的治疗 琳达还向媒体透露 对于这次意外 经济公司的最高原则 就是让Selina接受最好的治疗 当Selina情况稳定后 才会考虑赔礼和追究责任 而连夜从台北赶回 Selina身边的人爸爸 也一同出席了发布会 但是对女儿的伤情 却闭口不谈 只是不住的感恩 非常感恩上方 感恩上海瑞金医院的 张琴主任 一次的精湛的艺术 感恩华言唱片公司 感恩湖南卫视 及剧组的同仁们 感恩家人 感恩影剧界的朋友们 及所有粉丝们的 祝福及祈祷 让萱萱Selina 能够平安地度过 生命的难关 往后的路 还很漫长 相信有家人的 真爱的陪伴 及朋友们的 关怀与祝福下 萱萱Selina 能够顺利地康复 我再次的感恩 谢谢大家的祝福 同时也祝福大家 平安 感谢你们 谢谢大家 一边在召开发布会 一边萱萱萱 已经做好回台湾的准备 当晚七点左右 萱萱萱在医生护士的护送下 被推到重症监护车上 而此时守护多时的媒体 也被工作人员 接接实实地拦在了 萱萱萱推车五米之外 据目击者称 萱萱萱被包裹得很严实 尤其是脸部根本看不到 刚才她怎么出来的 刚才她包裁地看不到 看不到你 然后呢 到家的情况如何呢 我这的很好的 很严实吗 也是 你让了一个手帕 把连也盖起来了 不过尽管 萱萱萱用手帕 把脸部遮起来 但是也不妨碍 目击者通清楚 萱萱萱萱 脸部没有手帕 你再有一年 就是那个 已经去的黑 少没少找 少没少找 有一些黑是吗 就另外黑黑的一点 那脸上有被包扎吗 没有包扎 没有包扎 24日晚间 Selina连夜搭乘SOS医疗专机 回台接受后续治疗 飞机降落在松山机场后 就直接送往林口长庚医院 尽管抵制林口长庚时 人爸还是不断地拱手谢谢大家 但可以看出心疼女儿的她 心情相当憔悴 面对媒体是更一度难过的哽咽 希望能代替女儿受苦 如果可以的话 我愿意问我的身体 还替代玄玄 受活跃的柔定 如果可以的话 我绝对愿意用我的身体 来替代到承受所有的折难 所有的折磨 但是我是感谢上场垂脸 感谢所有的朋友帮忙 她能够顺利地回到台湾来 希望她能够 很平安地度过这个难关 为了不耽搁病情 25日一大早 医师就对Selina进行了全身麻醉 开始第一阶段伤口青疮手术 从早上9点到下午2点才结束 整整持续5个钟头 而Selina直到下午3点才醒来 一定会的一定会的 从早上9点到下午3点 我们进行上3点回处 是非常痛的 很坚强 我非常的压抑 她不要想要再坚强 目前Selina必须观察2-3周 如果伤口没有复原 恐怕就要进行直皮手术 扣除伤口 Selina能取皮的前胸跟腹部 怕留下疤痕 不予考虑 最有机会的就是选择头皮移植 势必要牺牲头发 手术从头部取皮 如果是小面积会先从后脑勺开始动刀 比较不明显 一旦面积太大 恐怕会遍及整片头皮 假若是深层的头皮移植 还得冒着破坏毛囊的风险 未来恐怕会长不出头发 镜头前 余香美美的Selina 这次遭受三度灼伤 势必留下疤痕 如果确定进行头皮移植 有可能破坏毛囊 对Selina来说 恐怕又是一次沉重打击 老板天整理报道 那回到台北接受治疗的Selina 目前已经进行过了清疹手术 那要看伤口恢复的情况 再考虑是否要进行直皮手术了 那本事件当中的另外一个受害者 于浩铭 经过专家的会诊 确认受伤的部分为手臂以及肺部 总体面积占29% 那大部分的烧伤部 被为深二度灼伤 暂时不考虑直皮手术 于浩铭 里面是坚强的机制 闯过了对先生的关卡 目前他以脱力威胁 身体各项指标趋于稳定 25日 停于传媒总经理龙丹尼 与于浩铭的父亲 在上海花园饭店召开发布会 透露于浩铭已成功过渡 最危险的72小时 定能少量进食 还证实了 于浩铭在异味发生的第一时间 一定是参与了救火工作 根据对伤手的进一步 全面检查 医生将浩铭的全身 灼伤程度定为深二度灼伤 没有可能的危险 他的背部烧伤比较严重 受伤最严重的是 他的双手和手臂 根据对伤手的分析 医生判断于浩铭 对被烧伤的第一时间 他应该参与了救火和救人 所以他的手臂伤是最为严重的 在医生的建议下 我们目前采取的是保守治疗 与Selina经纪公司 做出的决定一样 天瑜传媒也是 首先考虑艺人的治疗问题 对于赔偿补偿追究责任问题 都要等于浩铭的治疗稳定之后 再进行 天瑜也做出承诺 无论治疗多辛苦 都会对于浩铭不离不弃 在过去的72小时 于浩铭的坚强和乐观 帮他自己度过了难关 接下来的治疗 将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对于这一点 天瑜传媒已经做好了 充分的准备 我们将会与浩铭的为浩铭 提供最好的医疗条件 不惜代价地帮助他康复 不管还将面对 什么样的艰难困难 我们都会和浩铭的家人 共同面对 不离不弃 我想说 我们现在一切工作的重点 都是浩铭的治疗 至于记者们所关心的其他问题 那是我们下一阶段的工作 于爸爸在新闻发布会上也十分感动 称自己的儿子优秀 那么更变得欣慰的是 我感觉我有这么一个优秀的儿子 他非常坚强 他在这个治疗当中 非常可以 而从28日开始 于浩铭已经接受 每三个小时翻身换药治疗 目前于浩铭的面部已经消肿了很多 状况很好 基本上恢复到了原来的轮廓 老板天整理报道 说到Selina 于浩铭这次片场意外受伤事件 有人就质疑了 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人为疏忽造成 在网络上有粉丝披露 Selina和于浩铭没能及时逃生 是因为烟火时提前引爆了炸药 不过剧组方面却声称是烟火装置失灵 才导致了惨剧的发生 但不管怎么说 最糟糕的就是剧组在拍摄爆破戏时 并没有被火水车 以及救护车等应急的设备 那Selina被火烧伤之后 是大喊我好热 我要水的时候 剧组才拿来水消火 显然是没有把安全做到位 所以发生这样的意外 剧组怎么说都是难辞其咎的 好 我们听一段广告 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关注 一号棉和Selina烧伤事件的进展 玻璃鱼去下节看点 SHE姐妹病房相见 Selina强忍泪水不喊痛 她的坚强比我们想象中的 还要更坚强 人马低调正式 Selina意外前拍婚纱 有想到拍了吗 有谢谢 真的真的 别走开 下节更精彩 欢迎回到赛奇运动协博 独家冠名播出的娱乐 乐半天 我是杨阳 那Selina因拍片的意外烧伤 伤心严重 人爸人骂为了女儿呢 是天天被媒体追着跑 神经憔悴 那除了父母家人呢 最悲痛的就莫过于 曾经朝夕相处的 好姐妹Ella和黑比勒 那现在呢 SHE组合的工作 也连带着受到了影响 今天我们想要唱这首歌 是要献给我们的好姐妹Selina 刚刚提到 她比我们想象中的勇敢坚强 所以在这边很谢谢大家 谢谢每一个人对她的祝福 那我们在这边就献上 这首属于Selina的歌曲 语气听起来有点哽咽 因为心全系在好姐妹Selina心上 SHE三缺一 只能透过歌词诉说兴趣 小公主受伤 剩下两个人独自撑完 连续两天的两场大陆演出 心急如焚的两人 也在25日傍晚 搭机赶回台湾 26日下午 在医院的安排下 Ella和黑比 众议永远探视到了 好姐妹Selina 她的坚强 比我们想象中的 还要更坚强 对 因为她真的 真的是一个虚弱 然后见到的第一眼 其实看到她的伤势跟状况 跟以前真的蛮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情绪是很激动 很澎湃 病态中相见 Ella和黑比 佩服Selina的勇敢 却也有更多的心疼 然后心疼是 心是非常非常的疼 可是到后来 她跟我们的交谈 还有聊天 反而是她给我们信心 跟鼓励我们 叫我们不要担心 她真的是一个 非常非常勇敢 非常非常坚强的女孩子 我更崇拜她了 Selina会痛 却没有喊痛 让两位来探订的 好姐妹好心疼 据了解 Selina已经开始做一些基础康复 但伤口至少一年才能够恢复 接下来 黑比和Ella工作更吃紧 原本Selina 与余承庆一起主持的节目 势必影响节目的正常录制 得找人代班 加上原本正在接洽的 跨年演唱四场 广告商演六场 还有要发行的音乐作品 现在通通的改由Ella和黑比 两人组影称 SI区域病房中合体 但要看见三人同台 恐怕还要漫漫长路 老板天整理报道 那Selina发生意外呢 大家除了关心 她的身体状况之外 还很担心 她的婚期 是不是会受到影响 据了解 今年五月 Selina就已经接受了 张成忠的求婚 九月秘密订婚 本来想一股作气 十月结婚 但为了接这步 至少能进账 六百多万人民币的 天价新剧 才把婚期延到了明年四月 如今呢 飞来横祸 外界就担心 Selina必须是延后婚期了 那据香港媒体报道呢 守在病态前的未婚夫张成忠 还和Selina提及了婚礼的话题 并且呢 用3D动画呢 模拟了当时的情景 想起爆炸还是好恐怖 不要想那些了 之前没有空想婚礼 现在可以好好想 怎么办婚礼啊 这一场景呢 是令在场的亲友大为感动 那张成忠也承诺呢 婚礼会如期进行 另外呢 任妈妈也向大家透露了 其实两个人之前呢 已经拍过结婚照了 令人庆幸 婚纱照拍了吗 对不起 有 谢谢 婚纱照已经拍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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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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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拍婚纱照 已经拍了 在哪边拍的 不知道 我不知道 不是 谢谢 好不好 谢谢 拍的 怎么这样子 怎么走 怎么走 我们就稍微问一下 就会要带你 可以 好 已经拍了 谢谢 谢谢 神色匆匆 没有心情谈甜蜜的婚纱照 现在的人妈妈 就希望女儿能够赶快复原 重拾开朗笑容 老板天整理报道 目前呢 Celina和于浩铭的伤势呢 已经基本稳定了 不过这次意外发生之后呢 演员拍戏时的安全问题 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 说起来呢 演员也是个高危险的职业 不少的演员呢 在拍戏的时候 都遇到过类似的意外 也有关注他们的伤势 和为他们祷告 希望他们早日康复 我自己作为艺人来讲 就是非常的痛心 谈到发生的 Celina和于浩铭拍戏 烧伤的事情 权重明星都表示 希望两人能够 尽快地走出阴霾 早就康复 而对于拍戏中 经常碰到的微型场面 不少明星叹言 自己也曾经有过 类似受伤的经历 像我之前在台湾拍戏的时候 也有遭遇过 像于浩铭跟Celina 这一次的 这样的场面 我当时被这个碎片 刮伤了我的脸 还好是侧边 就是没有太严重 要不就会担心毁油 此次Celina和于浩铭 在拍戏过程中的烧伤事件 同样引起了 圈内同行的关注和反省 尽管对于真正爆炸的原因 目前传出了很多个版本 但是片场的安全保障问题 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我觉得除了 我们自己要小心以外 比方说 我觉得主办单位 也应该做很多 尝试的措施 也就是说 可以把这个危险 降到最低 防患于未来 拍戏是非常危险 然后是用命来听 所以大家一定要 要注意安全 也希望 不仅在拍戏 注意安全 平常的时候 要维持健康 下功 类似悲剧希望 不要再发生 老板铃整理报道 再起为梦想奔斗 欢迎来到 时尚常人环节 通过热情关注的票选 最能获得 时尚常人签号的明星 就是王菲 恭喜手机号码 是152尾数字 3269的朋友 也获得了 再起同学服 提供的时尚 运动鞋一双 好了 再来看看 今天提供的时尚常人 候选人 又拿几位吧 他们分别是 A Ella C C C 温红 B 张 雨琪 好 大家会把你心目中的 时尚常人远显告诉我们吧 并且告诉我们 今天选择它的理由 我们今天的奖品呢 依然是由赛车诺 提供的 经理运动装备 一份 以及呢 非冷海 亲笔签名的 C D 一张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周的同一时间 再见